台湾会继续成为不信任的企业企业企业 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星空联盟机师活动 向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机师用全英文发表演说 不过面对在野阵营前一天谈蓝白和达成四点共识 赖清德转换心情火力全开 蓝白之所以谈和 是因为不管蓝或者是白都不是台湾的主流名义 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 昨天他们所谓的共识 我大概只有一句话 就是空 对我后续的竞选活动不会有任何影响 赖清德由贝尔来搭配手势 用空形容蓝白和展现选战自信 而根据最新民调萨喀都情况 赖清德35.4%稳定领先 若蓝白弹和改成一对一对战 赖清德都还是领先 但赖科对决差距不到两个百分点 而2020投因赖配的817万票选民 只有66.4%续投赖清德 有16.1%转投 柯文哲显见赖清德还有努力空间 而日前他批评民众党打算找中沛徐春英 那部分区引发股安疑虑 柯文哲却说让子弹飞 赖清德再开跑 柯文哲主席有责任对外说明 而不是只是轻松地讲 让子弹再挥一次 然后呢 让徐春英英女士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绝对不会去偏袒任何人 我不想去为谁护航 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辩护 关于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身体力行轻忠舔共 要不要出来对社会大众说明 不管蓝白和怎么进行 赖科先隔空开杠 选战营销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